相傳有一套叫蠟燭灣的木偶劇 他的劇情非常古怪 而且看過他的人 是怎樣都找不到他存在的證據 這個都市傳說的真相到底是怎樣的呢? 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是Professor Papa 今集是講蠟燭灣這個都市傳說的真相 不了解這個都市傳說的觀眾 是可以看回我上一條影片 或者去Creepypasta 看回這個故事的原始版本 在這條影片中 我們首先要討論的問題就是 蠟燭灣這個木偶劇到底存不存在 我們可以由都市傳說內容的疑點 開始分析 《都市傳說》裡面提到 關於蠟燭灣的討論 是發生在一個叫Nanostalgia的網站上面 只要我們用Google搜尋 就不難察覺到 這個討論區根本就是虛構的 因為如果Nanostalgia 是當年真的存在過 是不可能連一個搜尋結果都找不到 至於有傳聞說 開post的人之後又走出來澄清 《蠟燭灣》只是她的惡作劇 這個更加只是網民在 轉載這個都市傳說的時候 添加上去的情節 網民二次創作的劇情 又怎止那麼少 有一個叫Candle Cove Wiki的網站 上面記載了 《蠟燭灣》每一集節目的劇情 故事和人物設定 以及製作團隊的資料 但是當然這些資料 包括兩季整三十集的內容 都是純屬虛構 而Candle Cove Wiki 亦都只是一個集體創作的 同人故事網站 最有趣的是 這個網站訂立的其中一個規則 是不可以篤穿蠟燭灣 只是虛構的故事 原因是為了避免這些留言 佔用了大量的版面 而在YouTube上面可以找到 所有角色在不停尖叫的影片 當然也只是網民根據Candle Cove Wiki的描述 製作出來的作品 另外有傳聞提到 蠟燭灣和美國政府的洗腦實驗有關 他們讓小朋友透過電視說話 看到節目的方法 是用了一種叫Zaptiles的技術 但無論是Deep Web還是Surface Web 都無法找到這個技術的任何詳情 而他的唯一出處都是來自Candle Cove Wiki 反觀蠟燭灣這個都市傳說本身 他和我之前講解的Daze Man等等的故事不同 在歐美國家是基本上沒有什麼人相信他是真實的 我看了很多外國的網站和YouTube的留言 事實上大部分網民都清楚蠟燭灣只是虛構 反而在使用中文的網站 有不少網民都不以為蠟燭灣是真的電視節目 其實蠟燭灣這個都市傳說是由劇作家Chris Chow 所作 作者也曾經表示激發到他創作蠟燭灣的靈感的 是一篇講述一個成年人發夢夢到一齣 小時候看過的兒童節目的文章 而文章裡面提到的這套叫做Lizville的兒童節目 才是蠟燭灣真正的藍本 而Chris也因為創作了蠟燭灣而聲名大噪 在2015年他出版了一本 名為蠟燭灣與其他故事的恐怖小說集 在之後的16年他還跟電視台合作 以蠟燭灣為基礎拍攝了一套叫Channel Zero的電視劇 接下來我會做更多的影片 希望大家可以訂閱我的頻道 或者上Facebook給個like 這個呢 是嗎 謝謝